给大家拜个早年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过去讲官三、民四、传五 也就是说朝代的时候 官家正规二十三已经开始过了 传到民间需要大概一天时间 那要到船夫、渔民 那时间就更远了 所以说那时候行政在北方 那南方很多都是二十四 像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才过 这个也有南北的区别 为什么二十三是小年呢 这个说法就很多了 首先我们从月亮说 这个月亮到这个二十三的时候 刚好是下弦月 也就是说这个月亮再一变 马上就过年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一个特征 那凡事呢 中国讲的一个七 七天提前准备一个礼拜 那民间的习俗就很多了 那首先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祭造 造王爷 这个造王爷在天上虽然不是什么大的神 是吧 但是在老百姓 我们家家都有这个造 现在没有造台 那煤气造也在造 所以说这个 就是它深入百姓 这个千家万户 跟我们还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很奇怪 中国人的这个节日啊 大多数跟吃有关系 你去看很少跟吃没有关系的 即便是清明 也要上供 上坟 他也是要吃 这很奇怪 你看中国三教九流 曾经有一种说法 就是一流佛祖二流仙 三流皇帝四流 三流皇帝四流官 那第五 排到第五就是做饭 是其中一个说法 所以说 这个大家吃好喝好啊 然后呢 这个 就是关于这个造王爷 这个他的传说就比较多 大概总结下来 总的十个八个总有了 所以说我们不好去太多展开 那今年呢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道理理清楚 这样这个后面的一些二十四二五二六 我们就不具体展开说了 那明年有机会我们再分别说 那今天先把重要的 你比如说二十三 这个 嗯 我们就说这个二十三呢 有什么习俗呢 嗯 就是祭祷 吃汤瓜 哈 这个是 不仅大家吃更重要的造王爷 嗯 叫上天言好事 下地保平安 中国人讲究这个吉祥话 啊 其实就是把心里的一种祝福 它就是一种能量 啊 所以说 互相共勉 啊 这个 也可以叫加持啊 啊 这个 就是 即便它好也不好 啊 我们凡事都有两面 我们就要往好的方面想 去做 啊 尤其中国人特别讲这个吉祥 啊 那 那这个 唐瓜 它就是黏住 说话就甜了 然后 也不让它轻易张嘴巴 因为人家很多事 但是 那跟上面比 没完比啊 都是乱七八糟 它一汇报 所以就从哪个角度 都是希望 让它少说话 或者说好话 那 这就是其中 之一吧 还有很多 然后 然后后面呢 二十四 嗯 二五 嗯 二十四是 想起来了 呵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 啊 二十六 就是去买肉 二十七 杀枝鸡 什么 二十八 把面发 啊 反正很多说法啊 还有说 这个这个 就是 就是 蒸 蒸枣糕啊 是什么 反正它押韵呢 啊 二十九 就是 就要准备喝酒了 三十 晚上熬一宿 这就过去了 年前我们 啊 这个 就是一两节课啊 说说过年 嗯 当然 它这个前后啊 可能不太分 就为了押韵 为了图个吉祥 那同时呢 那大体上 它也分个前后 嗯 一两天 那就无所谓了 那然后 还有一些 就有一些个别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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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